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好了 没食欲的朋友 想吃肉贴秋标的朋友 今天您要学张了 没错 这个排骨我们就是切好段以后 然后清水 凉水下锅 然后加入几粒花椒 然后姜 还有蒜 然后煮它一个八成熟就行了 这就是咱们家里的清炖排骨 对 对 没错 我不跟您说了吗 您要清炖成这样我不没胃口吗 对 所以我们再加工一下 好 这个排骨炖出来以后自然再室温放凉就行 没错 用排骨汤泡着 好 我们先来切这个姜 既然叫姜味 那咱就得一 得用老姜 是吧 对 二 量得大 姜切大片 而且要厚一点 每一片薄厚均匀 大概在三毫米左右 对 大片的姜片 这得用多少姜 这个我们大概用它两块就可以了 两块姜 好 然后我们把锅做了 您这道菜不会就这么加原材料吗 我们还要加入一些像洋葱 芹菜 我们给西芹和洋葱也改盖刀 这个芹菜我们稍微的给它拍一拍 拍的呀 让它这个机理松散 芹菜我们都知道 这植物纤维我们就不说了 实际上芹菜在这道菜里 是不是还起到了一个香味料的作用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拍开了吗 不是 然后给它撕一下 不规则的 对 这铁杖师傅就跟铁杀掌拍算是一个套利 对 这样的话它横筋面可能多一点 没错 入味 咱们能用手掰的咱就不用铁器 对 能用嘴吃的咱就不大果汁 是这意思啊 没错 哎呦坏了 锅都烧热了 好 要加油吗 来 我们加入一点油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排骨搂出来 锅中的底油不要太多 没错 大概也就是一小勺的量 来 然后呢 大蒜 哎呦坏你还真别说 不是容易的 是吧 哎 好 把蒜放下去 变一下蒜粒 来 把姜放下去 好 这时候的这个姜蒜的量都很大 对 我们采用中火 嗯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个排骨呢 稍微的来一点生粉 您用的这是什么粉啊 哎 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在这熟排骨上面要裹生粉呢 这样呢 一会儿呢 它呢容易吸收这个汁的味道啊 嗯 要不不入味儿啊 其实顾名思义 回锅呢 就是啊 熟炒 就是呢 我们呢 把经过加工的半熟的东西 然后呢 再回锅 加入啊 小味料 对 其实您看这菜特别眼熟吧 因为回锅肉也是 对 那块肉也煮的差不多八成熟 哎 这排骨也是 哎呦 蒜香味很重现在 哎 要调火吗 铁钢师傅 调小一点 改到中小火 嗯 您看 整个这姜片就垫底了 对 姜味嘛 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姜味呢 渗透到这个排骨当中 哦 浓浓的姜味 对 甭管现在放排骨还是放肉 这菜我都吃定了 嗯 这姜本身就是开胃的 对 而且这种是那种老姜的香味 您能理解吗 啊 还紫姜替代不了的 哎 这个时候呢 嗯 我们呢 煎它 刚下锅先不动 嗯 啊 微微的定型了 您看 对 放锅 哎 这时候你看那个 因为那个干粉嘛 嗯 出在这个排骨上 脚层有点凝固了 微微的焦了 嗯 蒜变成了金色 嗯 姜也是 啊 没错 打卷了 边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轻轻的翻锅 嗯 也不要去搅拌它 没错啊 这个步骤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小火的这种编制 让浓郁的姜味渗透到排骨里 对 我记得以前您在做菜的时候经常放一些姜粉 嗯 那么如果这叫菜增加香味的话 在这个步骤里加姜粉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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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这得煎多长时间 来 我们呢把表面呢 给它呢 煎的微微的啊 酥一点 酥一点 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姜片 已经完全变成金黄色了 而且体积明显缩小了 对 姜的水分都没了 嗯 嗯 制作这道姜味回锅排骨准备的材料非常简单 主要的材料就是我们家中剩的主排骨和姜 但是做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 看起来非常的清淡 完全不像我们看到的姜味回锅排骨 铁钢师傅是用什么让锅中的排骨大变身的呢 您如果学到了这么一手 那么制作回锅类的菜肴可能就会变得得心应手了 表层的那个淀粉你看 对 凝固了 这个时候呢 我挂了 就可以来一点小红椒 大家注意 这就是铁钢师傅的点睛之笔又出现了 这小米辣是吧 对 有三四个就可以 秋天也不能吃得太辣 因为姜已经够辣的了 没错 好 这个时候呢 把芹菜放下去 下入两三颗小米辣切碎和芹菜段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稍微的来调一个汁 我帮您看着火啊 杨师傅 好 少许的盐 这叫什么汁 胡椒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回锅汁 回锅汁 少来一点点 生粉 醋 糖 这个糖呢 要稍微的少一点 糖的量跟醋的量 从体积上看是一一的 对 基本上是差不多 酱油要放吗 酱油呢 我们呢 要少来一点点 但是呢 这个呢 千万不能多 多了呢 它就抢了这个味道了 最少许的清水 好 现在我们呢 加入辣酱 大家看 芹菜的香味也出来了 这个时候加入辣酱 一大勺的辣酱 甜面酱 哇 酱酱酱这注意 对 这甜面酱啊 增香甜口的啊 提鲜的 哎嘿 这甜面酱和这辣酱味 放一块儿 味很有意思 是吧 很香 然后呢 我们把汁放下去 这就是大火啊 对 好 我们呢 把这个汁呢 让它裹匀 然后呢 放在一边 啊 这还没 没好啊 对 我们呢 还要二次回锅 嘿 我以为它要出盘了 准备给你拿盘子呢 哎 这时候铁钢师傅又 变出一只砂锅来 对 一只包啊 我们呢 把这个洋葱 贴成洋葱片 或者是洋葱段都可以 对 直接垫底 这锅底不用放油 对吧 然后呢 锅底呢 我们呢 要放一些黄油 哦 干嘛加黄油呢 这儿呢 它会更香 啊 香上加香 哎 稍微的来 一点点 料酒 哇 这种搭配 非常新奇 哎 大家看 是黄油加料酒 哎 这儿呢 把这个洋葱呢 给它呢 煸香 哎呀 洋葱的香味也很臭 这时候我终于理解了 什么叫回锅了 啊 黄油的奶香味也出来了 大概黄油呢 我们加上一大勺 哎 如果您把不好这个克数呢 您也可以按照您自己的口味 其实您说我不喜欢吃黄油 也可以不加黄油 哎 可以用这个色拉油 或者是香酒 有条件的 您用点茶油 哎 对 哎 这时候您看 它的味道出来了 洋葱有变化了 洋葱变透明状了 哎 拌熟了 然后呢 我们把排骨放下去 好 我们呢 焖上盖 这儿 焖上盖以后呢 这要先焖盖了 哎 这时候呢 这个沙包的温度很高啊 哎 然后 哎 您干嘛往盖上拎啊 哎 这儿呢 让它呢 栩栩的把这个香味 挥发出来 啊 您这烹的是料酒啊 哎 这时候开大火 今天我们又学了一招 做这种砂锅回锅的时候 您发现没有 锅中温度高了以后 我们先盖盖 沿着盖边撒料酒 没错 而且呢 这个砂锅我们端下来的时候 放在这个盘子上呢 容易炸 嗯 我们呢有一个招啊 防止砂锅爆裂 哎 撒一点盐 哇 成盐菊了 这儿呢 因为盐的这个倒热速度慢 所以呢 它就不能一爆裂 原来您还是个学物理 哈哈哈哈 这时候我可以关火了吧 好 好嘞 关火 我呀都不接盖 您直接上盘 您吃的时候再开盖 哎 对 嘿 今天我又学了一招 香气 非常的浓郁 还没开盖呢 香味就已经很臭了 是吧 对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首先将锅上火 倒入油 将切片 蒜拍碎 放入锅中 由于这道菜的排骨 需要借助姜的辣味 所以姜的量非常大 然后将排骨裹生粉 逐个放入锅中 等到排骨表面的生粉 凝固 微焦 将蒜微黄的时候 再去翻勺 放入切碎的小米辣和芹菜 接下来铁钢师傅 用盐 胡椒粉 生粉 醋 糖 酱油 制作了一个回锅汁 制作这个汁的时候 注意少放酱油 不然味道就会改变 当锅中放入一勺辣酱 一勺甜面酱和回锅汁以后 排骨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道菜到此并没有结束 铁钢师傅又找来一个砂锅 锅中放入洋葱 用黄油炒制姜熟 然后将刚刚炒好的排骨 倒在洋葱上 盖盖在砂锅上 烹少许的料酒 改大火 一分钟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您看 二次回锅 这才做绝了 黄油的香味 辣椒的香味 洋葱的香气 最主要的是那姜的香味 对 好 今天既然说到姜 我们就一姜到底 姜姜姜 您别忘了 我这里面还放了两种酱呢 那辣酱和甜面酱您别忘了 那也是很重要的 说姜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这姜不光可以做菜 我听说您还能做饮料呢 这个饮料呢 不但可以帮助你去尸体 而且呢 解密开胃 就配这菜 原汁化原汁 来 天天锦囊 做一个姜的饮料 今天的天天锦囊 教大家制作姜汁饮料 首先把姜切成大片 放入榨汁机中 加入少量的盐和足量的水 把姜榨成汁 如果您喜欢 还可以在榨汁机中 放入枸杞和去壶的红枣 这样做出来的姜汁饮料 会更加营养 这是榨好以后 找一只杯子 倒入蜂蜜 或者无色的碳酸饮料 再把姜汁倒入 我们的姜汁饮料就做好了 你能做 会做 懂做 敢做吗 就是你了 来中国味道 真对牛吃货 夺中国味道金块大奖 迎世界美食之旅 吃货们你懂的 不到全食用油 带您品味中国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